大家好,欢迎来到五贵一的大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大树,今天给大家讲一个真实发生在日本的灵异事件,北海道SOS灵异事件,这是一起发生在日本北海道的登山遇难事件,1989年7月24日,有两名男性探险家准备攀登北海道的最高人, 分续夜时,突然失踪,北海道救援队收到消息后,马上派出直升机进行搜救任务,直升机救援队从早上一直搜到下午,也没有任何发现,正当大家开始焦急万分的时候,突然在偏离指定登山线的南边,一个叫中别穿圆不留的上坊,救援队看到了一个用木头打成的SOS信号,直升机马上飞过去搜查,最后终于在距离SOS信号, 不到两公里的地方,就发现了探险家,很幸运的是,两名探险家都平安无事,身体也没有大碍,正当他们被救上直升机后,唯一的事情就发生了。 两名失踪者表示,那个用木头打成的SOS信号并不是他们做的,对于这个SOS信号,他们也表示很闷逼。 那么这个SOS信号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如果不是这两个探险家做出的SOS信号向警察求助的话,那又会是谁呢?难道是这座山的伤神吗? 现在,这不科学,搜救队的人把这两名探险家救回去以后,不向警察报告了这件事情。 随后警察向两名探险家再闪确认SOS是否为他们打劫。 两名探险家表示,对于SOS信号毫不知情。很快,日本警察做出了另一个判断,那就是很有可能还有其他的遇难者在求救。 救援队直升机马上又挥回到了之前看到SOS的地方,重新展开了详细的搜查。 比较遗憾的是,救援队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其他生患者,倒是在SOS信号不远处找到了一具骸骨。 在骸骨的旁边还找到了一个背包,背包里面有一个录音机和四个磁带。 另外还有红身和习数用品相机三脚架。 救援队最终确认没有找到其他生患者,带着这些遗骸和物品就回去复密了。 经过北海道医科大学的鉴定,这名遗骸属于一名A型学的男性。 日本警方按照失踪人口调查表去查询遇难者的真实身份。 几天后就传来了消息,这具遗难者的遗骸属于5年前失踪的1米25岁男性。 据了解,他生前是艾滋县加拿市的一个普通公司之约。 听到这里大家肯定觉得,这只不过是一起不无同同的登上遗难者事件。 那你就错了,这只是整个事件的开始。 这件看似不断的遗难案件,却留下了几个谜团,至今没有解开。 而你越是深入了解这些谜团,你就会细时极空。 首先第一个谜团就是,那具遗骸旁边的神秘录音机留下的录音。 让我们来听听这段录音吧。 《警察和警察》 死者の声から8年。最終鑑定の結果8年。 从这段录音我们可以猜测一下几个事情 死者在录音中一字一句的喊出求救信号 而且有一个特点就是每个字都分开 提到了请把我从这里拉上去 从这里推断可以得知 他应该看到了直升机之类的 可是向直升机求救的话 他却录在池袋里让人无法理解 难道是想让录音机一遍一遍的 补防自己的求救信号 还是他根本不是在向直升机求救 而是向其他的什么东西或者人求救 1.2 从录音中可以听出 死者当时在上亚身体已经无法自由行动 而SOS信号确实在平原的开阔地带 完全没有类似山崖的地方 如果录音提到的山崖是正确的 那说明死者被发现的地方并不是他最后死亡的地点 那会不会他在山崖路跑影之后再移动到平原呢 答案是不会 仔细想一想 录音里提到他已经无法走动 所以要移动一大段距离到平原的可能性不大 那么他到底是怎么到达平原的呢 又是怎么用木头打建SOS的 日本机房根据打建SOS的木头进行检测 发现这些木头是砍于五年前左右 这点和死者的死亡时间一致 可以确定的是 这个SOS和死者有着莫大的关系 北海道伊克大学也表示 海谷用野兽的坑尸痕迹 那么野兽也很有可能把他拖拽到平原 如果是被野兽啃死后拖在平原的话 那那些SOS信号怎么说 难道是野兽啃死完之后死者在搭建的吗 1.3 搭建SOS信号用的是白化木 而白化林距离摆放SOS的地点大约有100米左右 经过警方计算 这个SOS标志大概要用19颗白化林木才能搭建完成 而且每颗白化树大概2米至3米左右 就算是在食物充足体力充备下 一个人的力量也很难完成 会不会有其他活动协助完成 这是一个疑点 搜救队和日本警方再次对SOS附近进行大规模的低挡式搜索 可是并没有其他新的发现 警方也再次查询失踪档案 同一时期的失踪人口只有死者一人 如果假设是对的 几个人遇难其中一个人活动不了 那其他伙伴搭出SOS靠的是什么保持体力 吃的又是什么 细思极空 既然有体力以后建立搭建SOS 为什么不找寻其他出路呢 针对以上的疑点也难道警方 越是仔细想你越会吸食忌孔 这个SOS信号真的是人打出来的吗 或者说SOS信号是用人用伙伴的生命打出来的 为什么这一整件事情有那么多巧合 两名迷路的探险家刚刚好走到SOS信号旁边 这些迷一样的巧合存在 让人稀释极空 好了 我也不敢再继续想下去了 这些迷团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请评论局各位大佬来探讨一下 分享一下自己对案件的见解吧 这里是诡异的大叔 我们后会有期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